剛才有傳給你了 他這個大黃瓜 他說他的牆壁的蝦子都會煉 所以老師麻煩你看一下 那我們圖片就慢慢傳 你慢慢看 這是什麼原因 這個蝦子會煉 首先我們先要為他來給他這個判斷 第一就是說 看看一下 是不是有一個這個 必虧的一個現象 因為這陣子沒有落後 如果說落後也有可能 他有可能就是這個疫病會比較嚴重 不然的話 收集比較重的這個情形之下 很有可能就是這個蠻枯病 我們今天在這個一開始就和大家在說這個蠻枯 這個蠻枯其實在我們最接觸到 當然就是說 立定的這個館長 但是這個最常是在這個蝦子館長 有一個哪種 這樣超大超大 所以你要看看一下 是不是在那個夜餅 還是這個地方呢 他有一個這種一大一大 如果有一點有的心智的這樣 減肥減肥 流冷流冷 後來他就冷氣 那在這個地獄商品裡面 他有在這個蝦子館長呢 就看到了 所以這很有可能 這很有可能是這種的一個情形 就是說 這個 過了一年的這個蠻枯病 在我們這個沙村 這水的這個 這是很容易 很容易來給他這個出現的這個地方 那麼要稍微來給他這個注意到 他如果是到賣了他這個蝦子 蝦子 他都會有一個 紅紅 那像這樣 流水水 這種的一個這個尷尬 那這很有可能 他就會提早 就為那個地方 就超大去 甚至呢 他就害去 所以這應該是這個 沒有什麼意外 這應該是這個蠻枯病 那另外一個是蟑頭 你來看看 因為不是說 只是這個蠻枯 因為像濕度 如果高的時尊 尤其是熱烈 或是怎樣 或是像這個 這個蟑咖 這個蟑桃10 這也很容易申請這個疫病 這個如果是疫病 他的蟑的鏈 通常在蟑頭 那裡的基寶 因為那裡你就看到很明顯 他的這個蟑條 所以剛才有一個 這樣超大超大 這也不可以說超大超大 就是說他的 流怎麼繃繃繃 很像這個 這個利褑冰這種的一個情形 要由他繃繃繃的地方 往上 就開始 環境隊的地方 如果還在這裡 都會這樣流流流 甚至有時候 你如果看筋 會這樣打皮打皮 一定的一個競爭 很容易申請 一般來說 這也是有可能 所以 我們通常 經過 就是這個疫病 跟著這個蟑窟病 利窟病 這三種 如果在這裡的時候 可能利窟 小小小的時候 利窟病會比較嚴重 我們會稍微注意到他的長頭 當時 他會這樣 比較容易 去 基本的接種感染 所以有時候這兩項 疫病 跟這個利窟病 很難去分 但是這個已經比較大 所以這應該 要到利窟病的機會 比較小 通常是這個疫病 不然就是這個蟑窟 一般我們在判斷 是不是蟑窟病 就是說 他甚至有這個逼窟 這其中有一個 相比地窟病 那個所在 有些什麼 逼窟這種 這個 這種 情形 這個流流流 這通常 我們就去 判斷 他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就是這個蟑窟病 所以 這兩種的機會 都有 既然這兩種都有 那麼應該就是一個 你要注意到 這通常就是 在這個蟑窟的一個部分 在了 這個 疫病以外 我們可能要注意 注意 萬苦病的這個蟑窟 其實這個 葉平跟萬古的蟑窟 有一點重複 譬如說 亞特民 三佛民 這個他的這個蟑窟 甚至 這種 我們真的有一個 這個 達美分 或是說 這種保利美術 你就是 選到的這個蟑窟 就是盡量 就是 把這兩種 把這兩種蟑窟 把他這個 東西 把他放進去 那麼 這目前就是說 最簡單的一個方釋 你就是用這種 一個情形 來跟他做一個 這個蟑窟 就是說 你萬古病的機會很大 但是 其中也有可能 是這個雖然雖然雖然 雖然雖然雖然 這個機會比較小 但是你就是 或是洗漲 或是罐頭 漲頭 那個地方一定要租到 用的這個蟑仔 就選到兩種 同一匙蟑仔 兩種東西 都有效的 我們來 不可控制掉 所以這個 提供給你 他做參考 所以這個大概是這樣的 這個情形 那麼 希望你這個管理上 你可以為他自家家 來幫他做這個處理 好